一人吃了五天的挂面 你不腻啊 我现在看见挂面 我死的心都有 海平其实也吃不下去了 一看到面就恶心 可如果吃米就得配菜 如果吃面一包榨菜就够了 最后一顿 这个星期最后一顿 明天还早一来我就买菜 行不行 不行 老公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嘛 这房子说买就买 马上就要掏钱了 装修啊家电啊 人家不会白送给我吗 你就坚持一下好不好 明天我一定买菜 我今天绝对不吃 我绝食 绝就绝 一顿不吃也饿不死你 你就是现在要吃 我哪给你变菜去啊 你就不能适当地 改变一下生活的质量嘛 提高一点生活的质量嘛 人最起码还有个盼头 每天这么挨日子 会短命的 行行行 你说怎么提高吧 只要在不花钱的前提下 你说怎么提高 我就提高 行不行 我不吃挂面 我要吃方便面 看你那点出息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 每天要吃红烧肉呢 方便面你就能吃了 就比挂面好啊 那好很多 最起码红烧牛肉面里面 还有一丁丁的牛肉丝 完成 葬天呐 请进 孩子 好 宋秘书 陈总让我把标书给您送过来 麻烦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坐 我还有事不做了 宋秘书 我非常感谢您在我困难的时候 给予我的帮助 这里是两万块钱我已经存够了 还有这部手机 您当时说是试用产品 两个月以后要还的 正好我男朋友也送我一部 所以这个也用不上了 里边的信息反馈书我已经填好了 手机真的非常不错 谢谢 宋秘书明显感到两人之间 堵起了一道厚厚的墙 还早每当结束一个动作 都将两手防卫式地抱在胸前 表现出一副敬而远之的架势 我这儿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就不送我去了 再见 再见 宋秘书的心又开始纠结地疼了 他知道这是海藻用自己的方式 委婉地跟自己道别 宋秘书明的心 竟像被撕开一条大口子似的 开始滴滴答答地流血 这个道别来得这样突然 突然到他的美好 尚未开始就结束了 而他什么也不能说 不能做 只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依旧和海藻业务往来 心真的很痛 这种通教被拒绝 这种通教被拒绝 陈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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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刘 陈四伏闻讯兴高采烈地 往宋秘书办公室里奔 心里琢磨 看样子这小妖精还真管用 骨子里闷骚马到成功 第一次被宋秘书 这么直呼齐鸣的点名招呼 关系明显进了一步 以前都一直教自己小臣的呀 大哥 你找我 你跟郭海藻说什么了 我没说什么呀 那个 我就是长谈 多关心关心您 你怎么就这么热心呢 你管好自己事就行了 哪操那么多心 不是 大哥 不是 钥匙拿回去 我没工我干 我就是不看也知道 就你们公司那实力 想吃那块地 门都没有 不过你要实在愿意去做个陪认呢 我也不拦着 那话我给你说前头 不是 大哥您误会了 我不是说要这整块 我 我就要那边角料 我还要有事 我出去 就 我就要那边角料 就边上那个 郭海藻 你到底跟我这个财神爷说什么了你 你 你倒是说话呀你 您不是让我送资料吗 我就送了呀 我什么都没说 你什么都没说 你什么都没说 他怎么就变成那样了 你说他怎么就变成那样了 哪样啊 我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 郭海藻 你一句话都不说 我让你去干什么去了 我让你去沟通感情 你一句话都不说 你怎么沟通感情 陈老板 您一个月就给我三千六百八十块 我当然就只干三千六百八十块的活啊 您招聘的时候明明白白写的是文案工作 文案包括沟通感情吗 文案包括暗度陈仓吗 我除了文案打杂当信使 陪吃饭陪唱歌陪跳舞 我就差别人睡觉了 我总不至于您出那点钱 我就让我卖身给公司吧 现在的人力市场再见 也找不到一个老板 能够如意算盘打成您这样的 我挂架出售的是我十几年的知识 不是我这个人 你要是再有过分的要求 我就不干了 陈伺福第一次看见 一向柔顺的海藻也会发飙 海藻属于弹簧式员工 无论多大的承载量 都会有弹性的向后锁 看样子 今天是到底了 还是退一步的好 他若是真走了 基本上从此跟宋秘书就结下梁子了 我们再说 请 海藻属 你可能误会了 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这么着 咱们今天就谈到这了 咱过两天 再慢慢谈 好吧 躲开 躲开 怎么回事 小的刚才操得很激烈 为什么操呀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一直在上面的吗 不知道 突然就操起来了 还早觉得这儿是待不下去了 跟老板都闹崩了 得 晚上回家还得买份晚报 看看有什么人才市场招聘没有 不是自己不想做 但每次怀着良好的愿望都做不久 哪怕自己赌咒发誓 刚下的决心要在这扎根一辈子 立刻就沦落到 要卷铺盖卷走人的境地 这就是现实 什么意思 三千六百八 闲钱少啊 加薪 小蹄子要不加点叶草 还不跑了 跟你们俩说一下啊 上个周五啊 隔壁办公室的小张结婚 我们可九个人 才娶了四个人 可是人家给我们留了一个桌饭菜 怪不好意思的 所以我们几个商量一下 就给他包了一个 一千两百八十八块钱的红包 图个吉利嘛 这样平均摊下来呢 每个人就是一百四十三块钱的样子 零头我出了啊 其实啊 这一百四十三块钱算什么呢 在江州你说 现在办个酒席 哪一做饭菜不得两千多块钱呢 这一千五百块钱 根本就没样子 看来啊 这四小张啊 是要亏喽 对了 那个 喜堂呢 我帮你们带回来了啊 就在我办公桌上 下班以后呢 你们过去取啊 每人两盒 好 忙着吧 哪有这样呢 不吃饭也要交钱 枪炮人家罚款单的 一百四十三块啊 太好意思叫我她出口 我还自以为是的以为逃掉了呢 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 我跟苏晨为吃挂面 还是吃方便便 两人吵半天 早知道这样 把苏晨也带去 反正空一个座位嘛 一百四十三 我能给然然买多少玩具啊 好了好了 就当这钱 捐给灾区人民得了 不是 你说现在还有 比我们更穷的灾区吗 这 怪不得要闹洞房呢 不闹洞房怎么行啊 不闹洞房 怎么把远昌的怒火 都发泄到这对 提着邓陆明抢到强盗身上呢 喜堂呢 我才不要她的喜堂 师父 我不过找工作的报纸 在哪边呢 手地手 一报通 这两个多少钱 吃吧 吃吧 给 那三个月 不要受保证 你什么女人 我最不得了 不要做 你什么人 你把整天 你找了 我从来 你不得了 我从来 你不得了 我从来 我你不得了 老婆脸色这么难看 她都没掉啊 怎么了 口袋破了个大洞 钱包被偷了 比那个还惨 想报案都没地方去 单位一个 连面孔都不认得的新人结婚 被领导额取一百四十三块礼金 单位同事合伙错份子呀 好事啊 起码你还能烙顿好吃的 吃什么呀 上个礼拜五的事情 咱俩在家吃面那天 我还以为逃过去了呢 那你可真亏了 你真不该错过这顿饭 哪怕你不去换我去呢 倒霉 人啊不是说你不偷鸡就不试米的 只要你仓库里有 黄鼠浪耗子机 隔三差五就惦记着 我存点钱怎么就这么难呢 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块 永远差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一点点 那一百四十三块 全被搞走了 你怎么这么不动脑子呢 你去之前 不会先摸摸经理得底 我怎么知道啊 如果经理去 最起码花钱买个舒坦 套个近乎嘛 你还真以为参加婚礼 是去看新人的 那是花钱买个社交机会的 越不去越被边缘化 跟领导不近乎 什么好事都落不到你头上 这种该花的浅钞票 你一分都不投资 那哪成啊 记住啊 以后吃一欠涨一智 我也想套近乎呀 我也想投资啊 钞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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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钱啊 那什么投资 好好好 怪我怪我 外面受到气 怎么瞬间转化成内部矛盾了 一二三 我就当他全鸡烫 笑什么 好喝 龙虾会面 瞧你点出息 嗯 好吃 嗯 我决定了 我要买辆自行车 每天齐齐站路 省下转车的一块五 一个月三十三 六个月的话 车钱就省回来了 再往后就是赚的 宝宝 你没事吧 一个月再省 三十三块钱你还算 不就是一百四十三块钱吗 没事 下个礼拜交的时候 咱们就心疼一下下 过几天就忘了 睡了啊 我不会忘的 我觉得有车挺好 也方便啊 你想 这以后我们买材料啊 买家具什么的 难道你想打车去啊 而且 我也不光是为了省车费 当然了 车费三十三 一年下来还是蛮多的 反正我觉得棋子 你这儿挺好的 又环保又兼预 就这样 定了啊 好 苏纯暗示了很多次税 记住我了 希望海平能理会 其中的寒意 不想海平的大脑 在高速运转 根本不理会 咱们现在 运动运动 环保一下要不要 不要 不要 破床越睡越塌 嘎嘎嘎嘎响 我才全听见了 我都会变成 被风干的木乃伊了 一个月连一次都没有 咱们才多大岁数 压抑人性 没房子才是压抑人性 你说保暖私盈域 保暖私盈域 你这吃吃挂面呢 还成天想着这事 先吃好了再说吧 我爹 我爹 你这吃饭地 你我爹 你我爹 你最好 我爹 那个 不 你 我爹 你 又 我爹 你 我爹 海平周一就开始骑着他从市场上逃来的自行车上班了 看着还怪新的 也不贵 才一百八 小班了 对啊 反正也没事嘛 真羡慕你啊 你看看我 今天啊 又早不了了 忙好啊 能说您对工作需要吗 拜拜啊 拜拜 老板非但没有开除海藻 还给他升了职 换到楼下的办公室 但海藻得到的 是一个闲职 每天同志招呼着各奔业务 唯独他早早地就下班了 这可不是好现象 这可不是好现象 还早加紧找工作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呢 有什么事呢 有事呢 跳槽我拿手 拜拜 加油 这个风景是什么招阳气 什么叫招阳气 招阳气就是他 一时每刻你都要抓机会 因为他就像招阳似的 他一过去就完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小刘最近表现了 在抓机会 抢时间的方式就做了废话 你们全是个路 小刘 你是不是要去复营东翔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印一下吧 我都忘了 谢谢啊 喂 姐 我现在彻底搞不懂 我们老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 如果他想让我去服侍什么人 他压根儿也没说呀 还有最近几次应酬 他都没招我去 我今天第一次工资领到了五千 还没明目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什么七上八下的 不用管那么多 有人给你送钱 不要白不要 反正你自己跟他 早就把话挑明了 他要是开你啊 你拿钱走也不吃亏啊 陈四福内心里坚信海藻 跟宋秘书两人有一腿 海藻肯定在宋秘书那儿 搬弄是非了 自己对海藻好 宋秘书迟早也会知道 既然让他不喜欢自己的女人出去应酬 我还是有点眼力见 替他养着二乃德了 也不至于这么忙啊 您看您这饭还没吃完呢 我说确实还有事 改天忙 回头你跟哥儿几个解释一下 没问题大哥 那都是自家兄弟 对了 大哥 还有什么事 你去吩咐我做的 没什么 我先走了 那您慢点啊 开车小心 回去吧 再见大哥 我回去再招呼一下啊 送思明最近也与陈思福接触过几次 每次都是蜻蜓点水 每次都见不到海藻 每次都很失落 你等一句我 Á 레 Prof 你甘带 就是没怎么装 我来不要 他不是aa 小心 那我当然不会 你还要打 fans 你口罩 我还没有 连食人 你哪有 你能不能 我很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辈会经常带着海藻绕小区散步 即便是普通的散步 不花一分钱 小辈也会搞得有声有色 他会拉着你做木头人 假装两个人的左右脚被绑住 一同迈步 或者两个人静走 小辈会夸张地扭动臀部 快速行走 把海藻丢在后头 还早忍受不了书 落后了就跑 追上了再走 所以他们笑称这种运动 是行肩跑 那你听听我 喂 那个 晚上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保密 你看好漂亮 好漂亮好可爱呀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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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看看 你开心吗 嗯 这种送您的礼物庆祝我们认识五百天 都认识五百天了 怎么时间过得那么快呀 你对我们俩相爱 所以不觉得时间过得快 真不好意思 原来认识五百天也要庆祝啊 我以前以为只有国生日才庆祝呢 我过后呢 我们就和一个牢牢接着 这种庆祝一下 直到主要 好不好 嗯 你 让我永远的时间和所有 为时 让我永远的时间和所有 为时 让我永远的时间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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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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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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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